挑戰了齁 就是 呃其實我講了 呃 就是山區秀在這部分的問題 一般呢 大部分 傳統山區啊 就是利用人力搜集 現在比較細工一點 就是 呃 呃 官方啊 會找一些民間啊 那個 公拍機的飛友啊 會協助這樣 北部啊 中部南部 尤其 最多的在 中部份南部 大部分會 找那個飛友去支援 這樣的活 這樣的 呃 機會非常多 因為山區跟那些 呃 我們的那個 山谷跟所謂的那個 溪游附近的部分的秋山 它都是用人力的 可是那個 因為 這個就是我之前 幫一個 熱心講 幫有一個 呃 也是在登山方面 他們也去做一個 那個 就是 對 呃 可以 戴在身上的一個 那個發報的 裝飾 做定位的 那可以自己去看的 內容就 而且它就是 裝在那個 呃 可不可以 我們就是 算小型跟那個 比較大型的 無人機都可以使用 啊 可是呢 我覺得這個商品不錯啦 可是 呃 APP開發 有點難 所以說呢 我才去找那個替代方案 才去做那個藍牙tag 那個 啊 可是之前呢 我去找這種 AZRS 或什麼其他 想要替代 可以更省成本的 可是 那個效果跟 那個 效益跟缺點 配合都不一樣 這種問題 走一個單價 齁 也 不會很低 所以後來 才發現這種 我們南亞的應用 其實很廣 啊 一樣哦 就是單價其實 這個如果 大量採購 或者是 在相關行業的應用券啊 那個 那個台幣單價 都不會很高 而且需要用力 跟 重量都非常適合 攜帶 或者在問題上面 那情境呢 就是 如果你真的在山區活動啊 登山啊 或者是 你比較怕時間啊 配備一個 因為這個 當保命哦 那你告訴人家 說你有帶出去 萬一真的不 不信 或怎樣 發生什麼狀況 你才不會 真的 在山區 可能 欸 你登山技能 求真很厲害 可是就是 可能 三天 五天 這樣子 是 啊 用法就是 你帶了一個東西 帶了一個 帶了一個裝置上去 啊 萬一真的有狀況的時候 心有被告訴救災人員 他們就知道 其實利用這個技術 不管你是手機 或者是 透過無聞級 身上把你一個最終 藍牙的這種裝置 其實 救災速度會非常快 因為一般都是 卡在最後一里 就是 欸我知道你在哪 哪座山 或哪個山谷附近 它就是少很久 那應用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 一樣都是 綁一個偵測裝置 利用 利用這種 無人機很快速活動的原理 因為人 走 一座山 可能花了時間 照顧這張無人機去 飛個 三十分鐘的速度 喔 那未來可能 我還會把這個 就是通報的部分呢 做成一個比較簡單 通報的網站 讓大家方便使用 大概是這樣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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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